嘿大家好我是Binger 今天要帮大家介绍的是乌坦磷子的十大功能 软磷子的功能算是非常非常的广泛 所以这款是 如果是推荐 购买产品里面绝对是十大前推荐之一的 那我们以上的资料都是有根据是根据 来自Aplus医学百科 上面的资料那我一点一点的带大家看一下 我们可以到网站上面去看 第一点他是肝脏的守护神 还可以预防脂肪肝 因为他对 磷子中的胆碱对脂肪有亲和力 大家都知道其实 软磷子对油脂啊对脂肪啊他都会把它做一个 我们所谓的中和跟融化然后 在随着自己的体内这样子做一个排出的功能 他有一种 举一个最简单的说明好了 我们如果把鸡蛋 然后跟油 啊更正 应该是如果我们把水跟 油放在同一个杯子 不管我们怎么搅怎么搅怎么搅 最后他的结果都是油水分离 这时候你只要倒入一点点的软磷子下去 就会把油跟水开始做一个中和 而有一个 乳化的效果 这边有写到乳化的效果 所以这样子就 慢慢的从我们的血管 从我们的体内把这些 不需要甚至 不好的油脂给带出去 第二点 那既然我们做到把油脂带出去 那对心脏的一些我们所谓的 呃 负担就会减低 而且他 也会调节我们在人体的那个胆固醇的含量 有效降低胆固醇高血脂还有冠心病的发病率 第三个会促进大脑发育会增强记忆力 第四 第四个就是他是血管的清道夫 天然血管的清道夫 所以再次强调乱磷子具有乳化跟分解油脂的功能 可增进血液循环改善 血清血脂 血啦 太瘤啦 太高啦 都可以想用这种方式 你不用吃药然后也不用 用特别的方式 只要利用食品 改善食品的部分就能 调节我们自己身体的一个机能 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 他是一个血管的天然清道夫 然后第五他是糖尿病的一个重要的营养品 我们都知道糖尿病 他没有办法 患者的话没有办法分泌充分的胰岛素 所以不能把葡萄酮送到细胞中 是导致糖尿病的原因之一 那如果每天使用20克以上的卵磷子 则糖尿病的恢复是相当显著的 所以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的 大家是真的可以去试试看 那如果已经是本身已经是糖尿病患者 而且医生有交代也是要服药的人 我建议就是说 您服药的状况还是继续进行 然后可以搭配食品 我们今天所介绍的都是食品不是药品 所以是搭配使用 第六个可以化解胆结石 第七是一个 因胎而神经发育的必需品 第八可以消除青春痘 雀斑还有让皮肤变好 第九可以预防老人痴呆症 第十四良好的心理调和剂 包括我们如果在紧张的 种种环境下 常常会有 焦虑急躁易入失眠耳鸣的这种状况 那卵磷子都会说是一个调和剂 那以上的相关资料 我会放在说明文 大家如果有需要可以再到这个网站来看 但是卵磷子相关的产品那么多要怎么选择 明格在这边 已经帮大家做一个就是筛选 那我已经把产品连结连结到这边 会放在说明文的部分 有需要你只要点 就可以直接连结过去 那头一个向大家介绍的就是这个闹腹的向日葵卵磷子 这一款产品在爱荷这边卖得非常好 5颗星里面拿了4.5颗星 那我们也来看一下 过往的那个评论是怎么样 要写这些评论的话基本上就是 你必须是已经购买的人 所以没有购买的人不可以来这边乱留言 所以你看 他这个是应该是一个大陆的 简体制 基本上这好像都简体制 这边高鞋子高鞋下高鞋子改善很多 这个给了两个A 然后虽然有这个人有点过敏 但是用这一款他还是说很不错 很不错 现在常吃 长期服用了 而且失眠大改善 所以这款产品的话算是 第一个他是非常不错的 这个是属于胶囊状的一个产品 那第二个的话 也是属于NOW FOOST的这个是属于 颗粒状的 那跟刚刚那一款唯一就是一个是胶囊状一个颗粒 颗粒状可以用咀嚼的或是你泡在早餐里面 好的牛奶 他虽然不会融化但是可以像是加在麦片里面或是煮在食物里面一起吃这样子 这款更多人买因为他更经济实惠 454克里面只要397块 那总共有494个评论 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不错的颗粒 物美价廉 爸妈都很喜欢 爸妈都很喜欢 然后这边也是 都是蛮不错的一个评价 所以综合我们 之前找过的一些产品 这两款算是最推荐的 那我们今天在这边 一起帮你做一个示范 就是说如何建立 一个分享的一个清单 那我们这两款 我们可以第一个这样把它点选 加入购物车 好 那第二个再点选 把这个加入购物车 好的 那我们来到购物车的部分 就可以制造出这两款的一个清单在这里面 购物车清单 那你如果说要做一个分享连结给朋友 就是说啊到底哪款产品东西还不错 那你可以来到这边分享你的购物车 按一下 就可以复制这个连结直接按复制 看是贴到 贴到朋友的网站或是发生讯息留言给他 或者是你这边可以 连结到你的Facebook Twitter Google Plus 这边 直接做一个分享过去 好了 那这个今天就是我对软铃子的基本介绍 也欢迎大家在我的YouTube频道下面留言给我 那也请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有需要 请告诉我你还需要什么样的资讯 那我们就在下个影片见哦拜拜 拜拜 by bwd6 感谢观看